嫌犯成型男子朝著鐵皮屋試射步槍之後 連忙開車落跑 但是當時是午休時間 隔壁工廠的工人聽到連串的槍聲 連忙衝了出來查看 而警方趕到現場 看到滿地這麼大顆的步槍彈殼 而且鐵皮屋的鐵門上全部是彈孔 真的是事態嚴重了 這有幾個空嗎 看不出來嗎 有啊 這都是彈孔 還有幾個都是彈孔 這有 你走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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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個真的有穿透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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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裡面來的 那又有藏過 不過這裡沒人 沒人啊 有啊 外面有在街邊睡著 嫌犯使用的步槍威力相當強大 不只打穿鐵皮屋的鐵門 打進屋內還穿透另一面鐵皮牆 警方真的是臉色鐵青 組成的專案小組一定要逮到人 先鎖定的車號 持槍的成型男子知道跑不了 帶著犯案的槍枝到警局投案 而他所持有的就是XM15 一吐一型步槍 彈夹可裝 20發子彈 有效射程打600公尺 火力強大 即使穿上防彈衣都沒有用 原廠售價6萬 但是台灣黑市價格飙上百萬 25歲的嫌犯和安南俊的腳頭拆火之後 弄到了這把制式步槍 心想實力增強不少 就跑到漁港邊試射 但是他看不懂槍上的AUTO 這個英文字就是自動的意思 一按下去20發子彈一口氣全部射光 疫情化工程他因為對槍枝 這個操作不熟悉 調到這個全自動模式 所以把整個子彈都打光 由於這種槍枝台灣黑市少見 而且他也可以用軍方的步槍子彈 所以警方不排除有軍用子彈外流的情況 東森新王黃仲俊在台南報導